下班回家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的 VLOG 第十四期的内容 今天内容讲起来会有点无聊 因为刚刚下班回来 马上要去做一个家里边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看起来很爽的工作 很适合观看的一个工作 看我 VLOG 的朋友知道我最近在搬家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才把家里把最后一样东西 搬回到家里边来 从老的地址搬到新的地址来 所以接下来我也要为这个东西做一些大扫厨的工作 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到的一个滑梯 这个滑梯最早是给你买的 娜娜 有很多的树叶上的零零碎碎的杂草之类的东西 然后缝隙里边有一些很难清除掉的 已经顽固的粘在上面的这种残字 我要想办法我把它清除 然后就要用到今天的哒哒哒的工具 Simon Lees 这个品牌的高压水枪 高压水枪 高压水枪的连接 首先你会连接到后院的一个水管 这个水管是原先就安装好的 水管最后一头会一直走 连接到高压水枪的进水的这个口 然后高压水枪当然是需要供电的 所以我又找到我们家后院的一个 You might don't touch it 一个供电的位置 这样的话基本上 一头供电一头接水 我就把高压水枪放在中间的位置就好了 高压水枪必然要有枪 所以这个就是高压水枪的枪 它一个比较细的压力变大的一个水管 然后高压水枪还有三个头 这是一个头两个头 每个头的细节会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头 我现在用的是比较细的一个口 高压水枪开动之后声音会比较大 你看一下这块有比较顽固的 玩字 那是不是能冲掉呢? 试一下呗 像我用这个口呢 它就是一股特别细的压力比较大的水流去冲 我现在换一个口 我现在换另外一个口 橙色的这个口 看一下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效果很明显? 高压水枪不光是用来清洗你的东西 我发现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 水泥的地面 干净的和脏的地方 未尽分明 非常的暗 今天作业就这样了 下次继续周末把它清理干净